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来新加坡探望一个好朋友 她平时工作很忙,是个女强人 不单如此,她还是一个好太太 好妈妈,好女女,还有好老板 我们先来拜访她 你好,Rais,你好 谢谢,你来探望我 谢谢,带我们去参观一下 欢迎光临 Rais,这里简直是男人的天堂 这是一个戏院,是吗? 是,这是我老公的天堂 他很喜欢看电影 在这里看电影 然后过去那边又可以跟朋友打球,喝酒 对,平时有时她会在这里 有她自己的一个私人时间 是 而且我在楼上工作很忙 她就在这里看电影 那这里呢? 这里通常是做什么呢? 这里也是我的老公 快乐时间的地方 她会请朋友回来聊天 是 然后又打球 又在这里聊天 是 但你是不是说 其实她通常这些活动 发生都是在下午的时候 是 是,就是下午四五点那些 不是晚上十一、二点那些 是 因为我们不睡觉了 是 我们十一点睡觉 是,即是太晚了 搞不了 是 是 然后我看到她这一边一走出去 下一点 已经是一个健身房 是 我老公很努力 是 每天都做运动 是 但是我很难 即是你很少下去 很少的 是 所以她每天可以去锻炼 然后她去玩 去休息、看电影 都可以在这一层 是 这个是她的床 是她的地方 是 那我们看完这里 那我就带你上去客厅那一层 好,上上面那一层 是 好 她搭这个 那你不用走得那么辛苦 好 这边呢 就是我们平时很喜欢吃早餐的地方 哦 是的 那我通常坐那边 那儿子女女就坐这边 哦,好的 然后那晚餐也是在这里 晚餐在那边 哦,另一边 嗯 即是有时候可能 就是朋友来吃饭 都会在另一边 是的 那或者是可以开派对的时候 就吃个地方 就一起用 哦 你平时工作忙 都是很快吃完早餐 你就要工作了 是,有时候我还打包了饭 那边呢 那边呢 就是你们平时休息的地方 那这里 这个琴呢 通常平时最多弹琴的是哪个 你觉得 是我 是你 其实是一个 我老公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是 其实我从小就很想有一个大鱼 是 是 但是呢 从来都不会买 因为自己弹琴又不是那么厉害 是 但是幸好有个老公买给我 是 是 所以平时你有时就 就是有空的时候 就会在这里弹琴放松一下 那样 女儿是什么弹琴 我的女儿现在开始学着 是 又或者有些 我们会邀请一些朋友过来 接着邀请那些professional 是 歌手来这里表演 在新加坡这边 是否不会有很密集的 可能要上很多课程 就是小朋友要学这个 星期一就学这个 也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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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儿上学 即是复习到晚上7点 但是我女儿不是 是 她是到6点 做一个钟 做一个钟 还有星期六日 她是不会有上课的 是 她也要学很多东西 芭蕾、巴黎舞、鋼琴、中文 是 英文、数学 接着工具 也有 接着之前有学功夫 是 但是最近好像停了 但是我要重新开始 因为我的女儿 其实有些伦伦俊俊俊 是 是 我不想她像公主病 那样 让她学粗功夫 就是晒在太阳 是 这样好一点 是 你跟先生有没有事都会谈 哪一个对着小朋友 就是做恶的那个 哪一个就是做好的那个 其实我有些朋友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两个都做 是 其实这样健康一点 是 因为 幸好我有个朋友 她的妈妈 她在年轻的时候就过了身 是 那接着呢 妈妈以前是做恶的角色 是 接着爸爸是做好人角色 是 那没有了个妈妈呢 那整天我家都会乱了 你知道吗 哦 所以她说一定要平衡 所以我和老公都两个都会骂 或者疼 是 是 还有我们两个都要很一致 那才不会说 如果我妈妈说不可以吃糖 那你不要去找爸爸 打算爸爸给你吃糖 静静地把糖给他 是 那我们两个说好做 不要做这些东西 是 是 那我们就很平衡的 是 那现在有一仔一女了 你和先生会不会都想 可能将来不排除 可能再生多个 或者欠多少个 这么快呢 我们够了 够了 我一生完就已经疯了 是 我没有了 够了 其实有一仔一女 跟着我老公的其他小朋友 是 我们已经很开心的家庭 是 是 是 我们现在出逅 已经要坐巴士了 那么多 因为你有小的小朋友 是 你还要带姐姐 是 很多人 真的太多了 我们够了 是 但譬如说 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都很… 我知道他们很疼孙子 是 他们会不会都想 再多些孙子 其实他们都够了 他们有男孙有女孙 是 是 又有在香港、在新加坡 我爸爸妈妈已经很满足 是 所以 足够了 足够了 是 而且你生完后 你没有什么肥 你保持着很健康 保持着 因为我以前很瘦 所以我现在肥了一点 是吗 是,肥了一点 是 因为我本身的骨架很瘦 很小 是 所以当时你生完后 很快就变回正常的肌肉 也不是的 我生完之后 我至少要半年 是 才能修成一个人 不是的,还是很… 协得很好 不是的 我们看完你居住的地方 你工作的地方 可不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 好 看平时在工作的时候 比赛是怎样 好… 我们去看看 好的,那我们走吧 对 其实一开始你在香港 其实你也有很好的工作 然后再之后 你也有一个更好的提供 但是因为 爸爸跟你说完一个电话之后 你便立刻很快便搬回新加坡 是的 是的 我之前是在金英证券做broker 然后我做了两年 我就开始讨论 想去第一间大一点的银行做事 我做了几个回合的讨论 差不多五个回合 还有那些CEO也有来讨论我 是 普通人,他们CEO不会出来的 是 就因为我以前是艺术师 是 所以CEO就会出来 Race, 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 是 你这么辛苦做什么 做Piper Banker就是比较容易 是… 其实在这个整个事业 就是不要做娱乐圈之后 这个事业其实是很难做的 因为多数人就会判断你 因为你之前是艺术师 你可能以前是艺术师 或者是比较美女 人家会觉得美女 就不会用心做事 找个人嫁了便算了 是, 很多人都会想 多数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还是继续做个讨论 转转转转转转 又有试试, 又有什么 然后终于我拿到了 我就跟爸爸说 好, 我现在的银行接受我了 是 而且是他们最好的团队 是 爸爸就说 你还要改 Cada 间做吗 我说, 是啊 但他说 那你做事的时间是怎么的 因为我之前做事的时间 是差不多早上七点 接着收市四点后 你便可以走 多数是七点到六点下班 那如果你是做aciesendo味的市場 你就要差不多一 allegedly 七點 然後你要做 Women's market 但是那個 team leader 跟我說 你是女孩子 晚上12點前就可以上班 你不需要留到三四點 就是每天差不多七至十二 那我就問那個 team leader 他說, 你不用擔心 你可以吃午餐, 可以吃午餐 中間也有些時間 15個小時 我就這樣跟我爸爸說 他就說, 你30歲了 你這樣做下去, 就是說你一輩子都在香港 你爸爸媽媽在新加坡 你有沒有想過回來的 因為你的姐姐已經嫁了去香港 我才突然覺得, 自己年紀不是這麼小 我應該要想一下, 我下一輩子要住在哪裡 我認為我要回到新加坡跟爸爸媽媽 因為我認為他對我們幾姐妹的犧牲已經很大 因為我知道他讓我們去香港做事 是很大的犧牲 而且我知道你們為何會開始這件事 是因為你以前很心體會 因為你剛才說過, 你搬過很多次屋 其實有30次嗎? 有的 是嗎? 30多次的 30多次? 對, 30多次 因為我們是馬來西亞新移民 是 五歲之前在馬來西亞 我已經搬過很多次屋 由木屋搬去排屋 搬去獨立屋, 什麼屋都住過 然後搬去新加坡又是住那些購物屋 就是上面做生意 下面做生意, 樓上住的 上屋住的 然後我爸爸媽媽把我們放在家電的家裡 住, 分開住 不懂的? 不懂的 不懂的 對, 因為我爸爸媽媽 他們在做事, 企業家 根本沒時間照顧小朋友 他們倆就只是拼命做事 去到七歲那一年 我們才三姐妹住在同一間屋 你七歲那時候? 對, 那個是我們的 first condo在新加坡 其實七歲之前我已經搬超過七次 因為我們七歲之後 都是保持住每兩年都起碼搬一次屋 搬一次, 是 因為我們不斷租屋 是 爸爸媽媽需要多一點資金去做生意 我們就… condo其實是買的 當時我們可以租出去 譬如說港幣三萬元 然後我們出去就租一間很小的 譬如說萬五元 每個月就節省一萬五元 就可以拿去做生意 是, 所以就經常搬搬搬 我們小時候那些比賽贏的獎牌 那些冠軍 全部都丟掉了 因為只搬沒地方 有時候要搬小的地方 是 那就沒有了, 真的 是啊 那你跟姐姐, 你說當時經常都在一起 那你倆應該算是比較… 很小時候就很獨立, 是嗎 就是所有事情都是自己照顧自己 是, 尤其是我姐姐 我姐姐她大我三年 以前大三年, 她這麼高, 我是這麼矮 然後我妹妹又小三年, 就是這麼矮 我姐姐真的做一個大姐姐的角色 她又會背妹妹上學, 照她放學 然後她又很識路 我們要走半個小時上學 都是她帶路的 或者有時候她又… 我們會儲錢, 接著她買一架單車 單車 她儲錢? 是的 買單車, 對吧 買單車 接著單車是一個人騎的 接著她在一個胎後製作了兩支鐵 你知不知道?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東西? 我知道, 我知道 接著我就站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 夠好 這樣就快點回頭了 不用走那麼辛苦 是, 這是她自己做的 這麼厲害, 姐姐姐姐 她去找人來做的 不是我爸爸媽媽 我爸爸媽媽如果知道肯定很生氣 其實挺危險的 還有我爸爸她很嫌 她甚麼都不肯讓我們做 我姐姐當然是第一個 每次都是她被我爸爸打的那隻 就是我姐姐 每次她說, 我爸爸要跟朋友出去 她就說, 行, 你帶女兒去 小妹去 帶妹妹去 她去哪裡, 她也要帶我去 就逼著 譬如說, 她說, 你姐姐去哪裡 你為何有沒有跟著她去 她說, 她是不是有男朋友 是呀 她全部都喜歡我來罵 我們就很團結 如果要說謊 就一起去騙, 一起騙爸爸 第一次… 第一次, 姐姐和你拍拖 爸爸應該是很難接受的 那件事, 是嗎? 他不可以接受 一會兒他看我訪問就死了 是, 但其實你平時這麼忙做事 那先生他會不會有時都會說 多一點時間陪我 會不會全部時間去工作 其實他剛才… 幾天前他才跟我說 我問, 老婆你是最好的 那是什麼事? 我說, 她說 I think you're balancing really well 你平衡得很好 你做事之後呢 你就會陪小朋友看書 又會陪老公 那她就… 那一家人最重要是 你老公覺得你OK就行了 是, 沒錯 我不用其他人覺得我是不是好的太太 對… 我老公認為我可以就行了 對, 所以他到現在都很支持我 而且經常支持我 而且因為他本身是一個 很成功的生意人 我遇到一些困難 我都會問他 這個…這個怎樣? 是什麼?怎麼做? 他都會介意我 其實他也給了你很多意見 是的…